在睡覺中會看到其他人看到他忽然間心悶起 然後還有早上起來口很乾 然後覺得沒睡飽 當然就是在整個白天的過程中覺得常常想睡覺 然後比如說開車或是坐著就容易睡著 看電視就睡著這樣子就會搞獨離 所以如果發現說有這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問題 你們會怎樣去治療嗎 如果診斷後確實有這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我們治療方法就是分為戴呼吸器 比如說這個連續鎮壓呼吸器 它可以照住鼻子然後給一個連續的鎮壓 在我們睡覺的時候呼吸道就不會打通 那就可以正常順利的吸到空氣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鼻喉科的手術 比如說鼻子 鼻息肉啊 鼻夾飛蛋 然後它可以把懸用錘或是鐵桃線這邊整形 然後讓它空間打開不會塌陷 那第三個就是戴牙套調和板 那牙套的目的第一個就是 讓那個下巴往前一點 變成比較厚道 讓它嘴巴後面的空間打開 那第二個就是把鎮頭固定在那個地方 讓它不會往後倒 這些方法就適合不同的地方 看它適合什麼方法這樣 然後它會帶一個面罩 大概八成的人會帶一個皮罩 就是一個三角形 小小的照在皮上 那有一些人他可以適合帶比較輕便 像這種是比較輕便 像這種是比較輕便 它就像一個枕頭一樣放在這個前面 然後輕輕的把鼻子拖住 就其實蠻舒服的 我自己慢慢戴的時候 就是戴起來玩 感覺還蠻 我自己戴過蠻舒服的這樣 那有些少數人他可能 以鼻子的形狀 沒辦法這樣子戴的話 可能就要戴個前臉就比較不舒服 不過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用你的解決 都可以從皮到解決 它有包含韓國、美國 一些各個國家的研究 都有從其他部 就有型的國家就對了 有包括台灣嗎 沒有 我們的程度要力非常低 所以說你剛剛聽到說 但我們台灣的話 就是保守呼吸站在一起 我 我 我目前啊 我們從健保商撈到這個診斷的話 是只有1% 4% 1% 1% 1%的成人 有被下過這個診斷 但是這個診斷 不一定 健保資料部不一定代表他們真的有什麼病 只是懷疑 他就會 他就會有這個診斷嗎 但是根據各國的研究 跟美國這樣的數據 我自己保守估計 我覺得10%應該是合理的 台灣 嗯 但是健保的數據是 1% 對 10%的話應該是可能 包括沒有次 沒有來修正 對 對 前代可能有成長 對 嚴重的話 那嚴重的情況 包括 我們是年輕或是比較嚴重的部分 只要比較嚴重 但在睡覺的時候發生這個狀況 然後我就 就走 哦 因為比如說我們的睡眠檢查 他會看那個心電 我會覺得說如果睡眠忽然走的話 比較容易是因為心臟病 但是也跟這個有很多關係 只是不會說因為缺氧的關係 他就走 因為我們大腦是對於這個動能感 他只要氧氣稍微下降 大腦就會開始緊張 他就會把你叫醒 那如果說你醒過來的時候 你可以維持正常的呼吸的話 那大腦都會做這個功能 所以不太說因為睡眠 睡一睡然後真的醒不到 就這樣是不太會發生 如果他真的會發生的話 那他日間醒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想到他血癢 就會開始介入治療 剛剛說有一些被鼻塞 氣喘的個案 他可能在白天的時候呼吸 他就洗不到氣了 但這時候兩個就已經血癢 這時候我們不會 然後他睡覺的時候才 再去發現 因為我們是健保的 然後我們因為剛起步 還沒有做這個倒院檢查的部分 因此這樣還會知道 但是就是如果你在上台程大的話 如果你是要馬上做一個 在兩週內趕快做一個倒院檢查的話 那如果是在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的好處 心頭的好處就是比較快 我想比如說像急診等床啊 就是排檢查啊 可能程大二排好幾個月 那如果來這邊我們一兩週就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的治療檢查的事 就是可以很快 比如說當天如果有急性在 當天就可以把心劍你帶回家 隔天你再拿回來 然後一個禮拜就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他 嚴重的心臟病 比如說高血壓就不算了 那沒有什麼 神經中風啊 然後肌肉無力啊 這些特別的問題的話 其實大部分人我想都可以 從這樣子就可以做一個初步診斷 因為如果真的 對這個這個聚焦檢查 聚焦性免檢查的特色 他會有一點鼻鼓啦 因為他沒有腦波 所以他幾乎不到你腦部 還沒缺癢 但是腦部已經開始滿叫醒的 那個狀況 所以如果你檢查出來是嚴重的 那你至少是嚴重以上 如果你是輕度的 也許你是中度或嚴重的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先測出來 你是輕度 那我就看看你的症狀 是不是會想治療他 那如果是嚴重的 那可能也留去做這個 套院睡眠檢查 一概都是嚴重的 所以是還蠻單純方便的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 也許他忘記開機 或是他保鮮沒配合 他可能會有一些 記錄不到的部分 那我們會再多一次機會 讓他帶回去 再一晚上這樣 也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所以到院睡眠檢查 他可能就是 可以去當場處理這個現場 但是居家睡眠檢查 就沒辦法 只是說他相對也還算單純 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 就是只有椅子 特別掛東西 然後胸部板 把他手帶的手把 把你的那個血量偵測的 引擎這樣子 所以他部分人都是沒什麼問題 他也有提供影片 如果他一時忘記了 他回去再看影片 看那個片 再看就知道 基因方面 目前是沒有聽說 特別是OSA 但是基因很多是跟肥胖有關係的 那這些就會 直接影響到 他是是否有的OSA 我覺得他比較像一個 有點像一個文明病的感覺 如果你是一個 常常運動 然後很瘦的人 或是吃不飽 基本上不會得這個病 就是有點像蛋糕啊 代謝症候群 那通常是 有蛋糕的人 然後體重稍微重一點 都會有這個 都會有這個KID 但如果說基因的話 可能 看我們都發染基因啊 有些人他的下巴比較短小 那這個就會造成他容易 睡眠中心 所以 應該應該也是有一些關係 只是沒有特定那個基因 就是沒有這個基因 就像你本來一樣 有這個基因 就得這個病這樣子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喝酒 喝酒差異跟吃補 那首先喝酒方面是一定有影響 因為喝酒啊 其實我們有些人喝酒來 好睡 其實喝酒不是 不是讓你好睡 他只是把你敲暈而已 那我們有時候會經驗說 晚上喝啤酒的話 像我吧 有時候晚上喝了啤酒之後 半夜兩三明天 會再醒過來 因為那個時候只是啤酒的效果退去 那我大腦這個時候 才真的要開始入睡 所以喝酒是對於睡眠 很不好的習慣 最好在晚餐 或我認為啦 睡成三個小時 都不應該喝一點點酒 這樣 這也是目前也是這樣的修正 這樣我就覺得睡眠 我不會說 晚上睡覺雖然好像睡得很熟 但是半夜我醒過來這樣子 那其實他他不太是 這樣一度睡他就把你敲暈了 所以然後另外喝酒 會造成肌肉比較放鬆 然後也更容易會不會睡 沒錯 確實會 然後咖啡這一點呢 咖啡的咖啡對於睡眠 是也有也蠻蠻大的傷害 因為我也是最近才這樣去 12月才知道 說咖啡的半夜期其實高達12小時 也就是說 如果我早上8點喝一杯咖啡 我喝兩杯好了 我早上8點喝兩杯咖啡 到了晚上8點還有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的咖啡 所以我認為說 基本上12點後就不應該喝咖啡 為了睡眠的睡眠照相 因為你12點喝了咖啡 到晚上12點的時候 還有半杯在裡面 所以對於睡眠是影響很大的 那至於會不會影響 OSA是沒有什麼怕的 因為他的目的是讓你不會想睡 至於睡著了之後的發生的事情 就會跟他好像沒關係 因為像我的媽媽年紀也蠻大 然後他一次有點更胖 然後他就大概就是像你說的 他七八點就去睡覺 然後一兩點就起來在那邊抒咖 我說那你這樣子到你 你這樣子睡好像也是一個正常的方式 那有一些人對來講 跟他們來講他們的睡眠就是 尤其老人家 他們在很早 他就沒有辦法再去進入睡眠的狀態 啊你現在很早去睡 他就那時候就累啊 人家不要那麼早睡 他也沒辦法那麼早睡 對不對 那所以不知道你現在怎麼樣 改變你的作息 然後 哇這個問題還蠻大的 太大 我先說我自己的部分 我自己的部分 可能就是我以前不會覺得睡眠不足那麼嚴重 所以我沒有把它看得認真 因為我們一般都 像晚上可能帶完小牌 我可能還要忙一些院士啊 或者是什麼 就真的還蠻累的 然後昨天早上起來 也都是烤咖啡撐著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樣會 這樣實在是不行 所以我就 就盡量讓我睡到七個小時以上 那比如說我六點半醒 大學要醒來 我在十一點半 最晚要睡覺 那在睡覺前一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半小時至少半小時 不要看手機 那很困難 還是多少會看 但是我盡量如果能的話 我就看數 這樣看數 因為沒有那個光線 我們的這個 混合基礎會分明的比較多 如果看了你的手機 那我手機也把它調到 夜間模式調到最亮 就是最廣的光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看電子數 也是比手機好一點 然後另外房間就是盡量調 比較溫溫溫溫溫的光 也是一樣 就是光線讓你 有一個睡眠的那個 你的空感 讓你知道說 你身體要入睡 對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 睡眠的時候啊 溫度要低一度到兩度 所以會比較好睡 那 所以我就 有座前身二十六度 就可以睡 那我現在會為了睡好一點 會調到二十五度 那大的冷氣應該都有一個 舒眠模式 他就是會在一開始調 調低半度 然後到要醒來的前 再調高半度 那我覺得 如果你已經調半度 然後你再用睡眠模式 應該是會睡得不錯 差不多多久 那另外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說到 你媽媽那個 是比較 要早一點睡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睡的時間啊 大概六七個小時以上 那他白天也不會累 或者是很不舒服 那其實他也不一定有問題 因為有些人的睡眠的時 時向就是比較平等 所以 先要看他 會不會名字的困擾 但如果說他會覺得困擾 他又想要調整 或是他 想要在其他人的作型 比較像的話 他可以試著用照光的方法 就是 早上起來以後 就去 多 曬太陽 然後到 晚上以後 就盡量不要 就是 他可能就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太 太早 所以他就是 到我們正常時間 多去塞 太陽 這樣 他可能會慢慢把它調到 好 好 太陽 太陽 太陽